四十五 烂印钞票非灵药 丞相造假钞 舍人做强盗 假鲁要开河 搅得天下闹 原末明初叶子齐 好木子眷寺 拖拖第二次出任中书又丞相 面临着一大堆极其棘手的问题 为解决国库亏空的危机 脱脱绝技变更钞法 从忽必烈后期开始 元朝因财政拮据而不断的增发质币 这几乎成为拯救财政危机的简便捷技 成宗时期又开始动用纸币准备金 武宗时期动用钞本更为严重 仁宗虽然大力整顿钞法 却又大量印钞 印钞过量 只必贬值 1346年 治政六年 印钞比已变成一比三十 中统钞 引发物价飞涨 另外市面上伪钞横行 元朝对制造伪钞者一律处死 怎奈 因为获利甚重 铤而走贤者仍然为数不少 至时伪钞欲击欲多 钞法受到极大的破坏 1350年 治政十年 农历十月 中书佐斯都市武奇 历部上书 气折读 建议 更改钞法 助用铜钳 惠宗与托托反复研究后 决定变更钞法 变钞的具体办法 一是 硬制 治政交钞 新钞一贯 折合铜钳一千文 或治元宝钞两贯 两种钞并五行通用 只是 治政交钞的价值 比治元宝钞提高一倍 二是 铸造 治政通宝钳 与历代旧钳并用 1351年 治政十一年 朝廷专制宝钳提举司 开始铸造 治政通宝钳 印造 治政交钞 一时间 保全提举司 每日印造 不可计数 再通过周车装运 散向民间 进入世面流通 实际上 元朝政府是想 以钞买钞 也就是通过发行 新币压低民间的 治元宝钞价值 借此以搜刮民间财富 增加国库收入 摆脱财政危机 1352年 治政十二年 保全提举司 印造 治政交钞 190万钉 治政保钞 10万钉 新币大量发行 可是 印钞所用的纸张 质量低劣 纸钞用不了多久 就是 糜烂粉碎 无法使用 因此 百姓不愿使用 如同废纸的纸钞 常常使用铜钱 或者 以货易货 进行贸易活动 同时 治政通宝钱 与历代旧币通行的新措施 也使得 各代铜钱 都重返市场流通 加剧了流通货币的混乱局面 这时的元朝货币体系 已经接近崩溃 物价高涨十倍 交钞的目的 不仅未能达到 政府的信誉 也一落千丈 在汴钞的同时 1351年 治政11年 农历4月 贵宗任命贾鲁为公布上书 总治和防使 全力治黄河 此前 贾鲁曾实地考察 制定出两个治理黄河的方案 一是加固北面的堤坝 防止绝口 二是一边加固河堤 一边疏通河道 将黄河引回故道 比较两种方案 后者效果更好 只是费工 经过权衡之后 脱脱决定采取第二个治和方案 农历4月4日 贵宗正式批准治和 命贾鲁领河南河北诸陆军民 增发汴梁经河南开封 河北大明等13路15万民众 以及鲁州经安徐军 十八亿二万军队 到黄河上服役 为了确保治和工程的顺利进行 贵宗还接受贾鲁调动一切与治和有关的军民 随机自行处理一切与治和有关的事宜 至农历7月 黄河故道书郡工程完成 疏通了从白毛口到阳青村的280余里河道 农历8月29日 将黄河水由白毛引至阳青村 归入故道 周行通行 接着 开始堵塞黄河故道下游上段各处掘口 窝口 修筑北岸房堤 为了使大坝合拢 9月7日 贾鲁用船堤杖法 开始堵水工程 将27艘大船并排连成方舟停在缺口处 同时凿沉 舟中装满石块 船上竖起水连威 岸上民工再投入城时的竹篓和草土 一段新的堤坎便筑成了 农历11月 布堤以及沿河的堤坝也全部完工 鲁塞大小绝口107处 上自朝县下至徐州 修筑堤坝 踪迹770里 黄河之水重新沿着故道奔流向东 汇入大海 贾鲁的制河工程取得了悲凡的成功 其工程之浩大 完工之迅速 在中国古代制河史上绝无仅有 就连后世满朝大臣也纷纷奏请追计 包扬托托和贾鲁的制河功绩 智利黄河是立国立民的好事 可是对饱受洪灾饥荒和瘟疫而长期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来说 被强征为河功就如同坠入地狱 尽管朝廷发放伙食和工钱 却要遭受制河官吏的克扣 承担繁重的劳役 使民工如同被驱使的奴隶 而且此时的元朝励志腐败 更是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贪官污吏之风盛行 监察系统腐化堕落 形同虚设 诗人叶子齐在《草木子》一书中记载道 台县官接鞋架 给斗钱而得 广网至数千名 上下贿赂 功行如是 荡然无负刚迹 民间有人作诗嘲笑官员说 解贼一金并一鼓 银官两鼓 一声罗 金罗看来都一样官扔税贼 不争多 在元朝 无论是迎接上官 还是借压强盗 都要敲骨罗 只是前者二声 骨一声罗 后者一声骨一声罗 而在老百姓的眼里官和贼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托托 副相后一直在努力的解决和患与财政危机 可是他的努力并没有缓解百姓的生活疾苦 反而使百姓财富缩水 勞役加重 更加激起了百姓们的怨恨和怒火 当时一手流行的歌谣讥讽时政道 丞相造假超 射人做强盗 贾鲁要开河 搅着天下闹